欢迎收看我的多译听力取分频道 今天要看的主题是照片描述的第二题 在这边特别感谢LiveABC授权给我的多译阅读题库 那我会讲解听力还有讲解阅读 每周大约会上架一到两题 教学的重点在于解题的技巧 还有相关的单字延伸 在影片最后呢 则会有超优惠的团购连接哦 在YouTube说明栏的位置 则会有本次上课的讲义 记得把握时间下载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啦 我先播放一下音档 让各位来试试看是否能够答对 Number 2 Look at the picture marked number 2 in your test book A Everyone has a computer in front of them B The women are giving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C The conference room has a photocopier in it D The standing woman is discussing something with her co-workers 那刚刚的答案要填的是第一选项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答对呢 那在这个我们在看照片描述的时候 有几个小技巧各位要注意到 首先我们在看照片 记得要看人还有看物 那首先各位我们有看人哦 各位你可以明显看得到这些人 很明显各位他们在开会 那如果是物品的话 各位你要有注意 这个是有笔电哦 对不对 这边有笔电 那各位你要特别留意的是 这个笔电还是部分人有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 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地点 那各位这个位置很明显 它是在会议室 那尤其各位注意哦 图片你只要没有看到 那个选项就千万不要选它 那我们在听题目的时候 各位咯 我们来试试看 你能不能听到这几个 蛮简单的一个关键字 首先是A选项 各位你等一下应该会有听到 这几个字你应该都听得出来 Everyone has a computer 来我播放一下音档 各位来试试看 抓这几个声音哦 Look at the picture mark number 2 in your test book A Everyone has a computer in front of them 好各位你有听到了 每一个人都有电脑 那刚刚有跟各位提醒 就是没有看到的部分就不要选 关键这个是Everyone 这是不对的 好了接下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B的这个选项 那B选项各位你应该会有听到 这个关键字叫做PowerPoint 来我播放音档 跟我们来抓抓这个声音哦 B The women are giving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是不是 其他的单字你不用了解 但是你一定要听懂 你也一定会听到PowerPoint 那各位请问 我照片是不是也没有出现PowerPoint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就不用选 也删掉 好接下来跟我们来看一下C选项 各位C选项这边 这个单字我是额外打出来 但是我在猜 你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字 各位但是你会有听到 Has 各位这个Has中文翻译是有的意思 这个会议室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物品在里面 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室蛮干净的 来我们先听一下音档 看能不能抓到Has这个单字 C The conference room has a photocopier in it 有没有各位你应该有听到Has 对不对 好来接下来各位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我们先留着 各位C选项先留着 接下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选项 那这个D选项各位你应该会听到Standing 这没有问题啊 Standing就是站着的 你站着的 Woman 这个是女人 图片里面有没有站着的女人呢 的确有 就在这边 来我先播放一下音档各位注意 就是你就抓这个声音叫做Standing Woman 来我们听听看 D The standing woman is discussing something with her coworkers 好那接下来关键就是C跟D 哪一个选项你可能会比较好选 这时候你可能要做个抉择 那这边呢答案要填的是D OK Standing Woman 这个是我们在照片中就有看到的 所以选这个选项命中的机会比较高 听力技巧讲解完毕 接下来我们来做逐字逐句的讲解吧 我们先来听一下A的这个选项 A Everyone has a computer in front of them 那这个A选项算蛮简单的 没什么单字 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B的这个选项 B The women are giving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好 那各位这个B选项 各位有一个这个字叫做Presentation 各位来单字我整理在底下 Presentation 各位这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单字 考多一这个单字你是一定要知道 他就是有报告 各位他还有演讲的意思 好那他正在做一个演讲 他的搭配字是 Give a presentation Give a presentation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C的这个选项 C The conference room has a photocopier in it 那这个字 各位我们刚刚有听到的是Conference 我整理在这边 Conference各位这单字是会议 各位他还有讨论的意思 那他有什么呢 Photocopier 各位在这边 Photocopier 各位这个字就是影印嘛 Photo这个单字没有问题 就照片 Photocopier 各位这是影印机 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D的这个选项 D The standing woman is discussing something with her coworkers 那这边这个单字 我们要来看一下是这个字 Discuss 各位Discuss这个单字是讨论的意思 好Discuss something with her coworkers 在这边 那coworker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同事 那各位这单字算好理解 各位这个 如果你常常有在看我的影片 你就知道co这个单字放在前面 这个有一起的意思 那worker就是员工 大家一起工作 就是同事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中文的部分 所以A选项 就是每一个人has a computer 都有一台电脑in front of 这个是在前面 下面这一句 The women 各位注意哦 这个还是复述 正在怎么样 记得啦 Give in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正在做投影片的报告 C的这个选项 The conference room 这个会议室 有什么呢 Photocopier 有影印机在里面 D的这个选项 The standing 注意standing 叫做站着的woman 女生 is discussing 正在讨论something 模式跟谁 with her co-workers 跟她的同事们 在讨论 那这边呢 我在将A到D的四个选项 音档再播放一次 在镜头前面的你呢 各位记得 跟着音档一起朗读 强化你的听力能力哦 A Everyone has a computer in front of them B The women are giving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C The conference room has a photocopier in it D The standing woman is discussing something with her co-workers 那在这边除了感谢 LiveABC授权的多益题库之外呢 也特别感谢 有一个团购 非常优惠的团购专区 限时到9月30号截止 最棒的就是这个杂志 这个最低 每一个月只要100 一个月 只要128元就有一本 那原价是 一本198 就是200块 那点读笔 这个套书重书 最低可以到 72折 单笔你如果满3000 再送你英语的 这个口袋书 非常的优惠哦 那各位就是 像是这个杂志的部分 ABC的杂志 通常就是比较适用 假设你的英文能力 是比较在初级的阶段 这个12加2总共14期 这1790 2000块都还不到 那最棒的就是 各位如果想要考多益 那各位这个点读笔的好处 就是你随点随听随有 像我自己家小孩 这个我自己都觉得 这个学英文必备品 就是这一支点读笔 非常的好用 两本书加上一支笔 只要2925 那你如果你的英语能力 还更不错的话呢 这个Live的系列 它通常就是适用在 中级左右 初级到中级之间 那像这个Oplus 就又更适合更高阶的学习者 大约就是中级到中高级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些杂志 各位都可以利用这个团购优惠来做选购 那当然还有CNN 各位这个不用说这个级数又是更高啦 也欢迎各位加注我的会员频道 一个月只要45元 你有两个好看 第一个你会看到我另外一篇 多拍一篇新闻英文的完整解析 我会更完整的解释句型 还有补充更多的单字 让你的阅读能力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那现在呢 更多的一个好看优惠 这个多亿的讲义 就没有 无期间限制 你就是不用担心说 时间到了 赶快把它下载 就没有 我会放在YouTube社群贴文的部分 一个月只要45元 那还有另外75跟150这两个选项 都一样 你可以给我更多的支持 你